可能我就是一个很倔强很较劲的人吧 就是我截至两个月的时候 我又上台跳舞了 我跳舞的那一天 真的整个血液都好像往上冲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飞起来了 游泳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去看别人 但如果有人看我的话 我会蛮开心的 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我很可爱吧 地震之前我是一个幼儿舞蹈老师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然后地震的当天 是要准备跟同事同学去海南旅游 就是因为看到女儿我就很舍不得 就留了下来 突然就是房子就开始晃动 就看到楼上的人就从我面前就掉了下去 我掉下去那一刻就感觉到那个钢筋 那个脚底板下面就刺穿进去 但是没有伤那么多 就是想我的女儿在哪里 然后他当时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我的爸爸很快他就跑到废墟上面叫我了 我就听见外面的人在说救不了 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 撂子啊撂子啊 就是那一次的愚症特别的强烈 我是听见他摔倒的声音的 我听得很清楚的 他都还是不走 然后我在飞墟里面就说 如果上帝救我出来 我会用全部的生命来 回报我第二次的重生 在你描述的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没有听到你去描述你的账 应该叫做前夫了 其实 因为在地震之前 我跟我的前夫就已经有了 我们的婚姻就有了很 很大的一个鸿沟 当地震之后别人就会觉得 哎呀那你腿都没有了 还说算了吧 人人吧 哎呀他这样就这样吧 无所谓了 我无法忍受这一点 所以反而是因为我没有了腿 我反而觉得 他让我觉得一定要离婚 可能我就是一个很倔强 很较劲的人吧 就是我截至两个月的时候 我又上台跳舞了 我跳舞的那天 腿上的骨头还是落在外面的 当那个幕一下升开的时候 鼓声一响 我就感觉 我整个人都飞起来了 我来 рисu 我整个人就行了 我们黑的白的肤色的都有过 就是可以特别搭配某些衣服嘛 他现在喜欢白的 比如说这几天他都是穿着短裤嘛 在大街上走 他其实是非常OK 把自己的腿露出来 他对待别的人他比较 人家不敢跟他撒娇 就会乖乖听他 他帮我做的时候我就会 我不要了就这样了 他就拿我没办法 其实我跟Charles刚刚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是穿着甲质 还是包着一个漂亮的壳 他说为什么穿着甲质就不美了 当天他就说穿上短裙跟我去逛街吧 我们去约会 然后我们就手拉手地去约会了 看我的人群当中 我两种人是会很明目张胆地看的 这两种人一个是孩子 一个就是老人 所以我面对孩子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直接把甲质取下来 我说你可以看呀 通常会是大人 大人的态度会影响孩子 会让孩子 这个很可怕吗 我不走出来 永远不会有人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我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刻意地去强化什么 所以Charles曾经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你没有腿 每天要穿甲质 就像我的视力不好 每天要戴眼镜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去电视台做一个节目 别人会觉得 就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心的人 你真的是个很善良的人 你娶了廖志做你的太太 他说为什么别人会认为我娶了你 是因为我很善良或者我很好心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相信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你呢 其实像我们上抖音或什么 就看到很多人下面的评论就是 哎呀可惜了 很多人就说你很了不起 你很了不起 可是确实不是因为我了不起 我找到的我认为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人 在我们婚礼上 他主动提出来说 他说我希望在婚礼上为你洗脚 我希望亲自帮你穿上甲质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这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你 我们的爱情的美好的地方是在于 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发生风暴 开始有很多的考验和挑战来临的时候 我们俩还可以步调一致地往前走 我认为这个是最难得的